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某一個物體在直線上運動 以向東為證 它的速度跟時間關係是這個圖 他說0到10秒的運動情形 下來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看A選項 最初10秒內,此物體應向C運動 這個不一定 不過這個是向東運動 因為最初10秒,它的速度都是正的 我們前面已經講了 以東方為正 現在速度0到10秒,速度都是正的 一開始速度是5公尺每秒 那速度慢慢慢慢 最後10秒的時候又停止下來 速度等於0 所以它是向東的,不是向西 所以這是錯的 這樣看B選項 此物體的出位置位於東方5公尺處 這個沒有講 出位置沒有講 它只是說前10秒的速度情況這樣子 它有可能是在原點開始跑 然後一開始速度就是等於5公尺 然後速度慢慢越來越小 最後停止 所以這個不知道 出位置不小的 我們看C選項 此物體的平均交互度是負二 我們看看平均交互度 是等於速度變化 除以經過的時間 數度變化的話 墨數是0 墨數0 減掉初數是5 除以墨時刻減初時刻就10 減0 就10 所以是負二分之一 不是負二 所以C也是錯的 我們看看第一選項 此物體在第六秒的速度大小是2 第六秒大概在這裡 第六秒墨 它的速度我們假設叫做V 那我們就根據這個相似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相似 V 除以這個5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10 對音邊 除以這個4 10 除以這一段 這一段是4 那這樣的話等於多少 V除以5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 不對喔 V除以5的話等於4 除以10 剛好電腦過來 對音邊乘比例 小三角形 小三角形 對應邊 除以10 剛好電腦過來 5152得10 2得4 2公尺 每秒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第六秒墨的速度大強是2公尺每秒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D 非常快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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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